哈囉大家好我是虛羽 那我們今天呢 本來是想說 再考慮要不要在AF上面出角色分析這件事情啦 但是 就反正今天聽到朋友告訴我說 AF出公告了 好吧 那就想說看一下 新的PU 新的世界記憶 好我們 這次本來想說嘗試一下 分析角色 該怎麼做 那沒想到呢 這個公告我一看下去 第一個 我們來看第一個 就是 新的WM轉蛋嘛 然後就世界記憶 出了兩個 兩個星的世界記憶一個叫 受喜愛的勇者一個叫王的苦惱 受喜愛的勇者是五星 王的苦惱是四星 開放時間是8月1號 的11點 然後就維護後這樣子 好那我想說 OK 好那 沒有辦法在公告上面看到 這個詳細的 技能組 就覺得 恩 好吧 我忍了 好不好 這裡我忍了 好那我接下來呢 再點開這個 新角色Pickup 歡迎 非常感謝您有玩 Elex Fiction 新世界記憶 受喜愛的勇者 和王的苦惱 將於Pu世界記憶轉蛋 世界記憶 西遊世界記憶轉蛋出現 欸不是就是 就是 好我知道WP 這個 你 公告出在很奇怪的時間就忍了 你活動也出在一個禮拜一 早上11點 大家這個剛開始上班 這個藍色新一期最煩躁的時候 我也忍了 但是你公告能不能就是 我們公告真的能不能打好一點 對 就是 這個明顯 這個錯誤太明顯了吧 沒有技能組我忍了 遊戲才出幾天就出了第二池 欸我也忍了 啊能不能 公告就給我打對啊 對吧 你們CF玩家一定懂我在講啥 AF玩家可能不懂 反正就是 額 公告又出爆 天啊 你不是遊戲才開服第幾天而已 怎麼就會有公告出爆的問題啊 我的媽啊 真的是 吼吼 吼吼